那么几个月来一直飙涨的大陆股市最近出现了变化 1月19号星期一 上海股市中场大跌7.7% 创下了7年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有外媒指出 这场让股民们痛心的股市悲剧 是中共证监会为了冷却股市而有意策划的 纽约时报1月19号报道 上海股市19号暴跌7.7% 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大单日抛盘 不过 中国证券最高监管人肖刚 在香港一个金融论坛上发表讲话时 并没有表现出担忧 因为这场抛盘很大程度上是中共证监会自己策划的 据大陆《新京报》报道 证监会16号通报了12家券商 因为融资融券业务违规被罚 其中 中信证券 海通证券和国台军安证券等三家国优企业 存在违规未到期融资融券合约展期问题 被暂停新开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账户三个月 《纽约时报》透露 瑞士信贷的分析师弗朗西斯逢 在一份研究简报中写道 中国股票市场最近的日均交易量 约有18%是介入资金的股票交易 比一年前的这类交易量翻了一番还多 报道指出 证监会通过对三家最大券商实施融资融券临时禁令 严厉打击了以投资股票为目的的借贷 现在中共的证监会借用它来进行对股市一个打压 其实说白了就是它的风险特别大 谁都可以看得出来 大陆的股市在诡异的这种飙涨 它完全背离了基本面 股市是经济的情欲表 但是官方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经济不怎么样 而且20多年来最差的一个增长状态出现了 但是中国这个股市却在这两三个月来涨得非常厉害 纽时报道说 许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认为 股市过去三个月近40%的增长不可持续 那是一个带破的泡沫 大核资本市场分析师齐晓亮向纽约时报表示 证监会担心 一些券商会在融资融券业务上没有符合规定 如果遇到市场调整 可能会给客户及券商自己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证监会策划了一次市场调整 而北京的总体目标 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 是确保放松货币政策所产生的新资金 能进入生产性的经济行业 而不是进入股票市场 中共当局它对于经济的下滑没有太多的方法 就是靠投资拉动增长 还是进行大规模的投资 那中共央行又不断的配合 进行这种货币宽松 房地产也不行了 那资金就都跑到股市去了 所以一天能达到上万亿的这样的成交量 那它就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资金不向实体经济去 不断的在这个金融系统内空转 那这个中共当局也非常害怕 它也要希望做一个打压的这样的这个意愿 据纽石去年12月29号报道 中国股市一直飙升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普通炒股者 中国百姓为了赚大钱 纷纷进入股市 有些人动用储蓄存款来炒股 或者卖房炒股 在截至12月12号的一周里 上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新开股票账户 接近90万户 创下7年来新高 不过报道指出 由于很多股票交易使用了融资融券 股市里的杠杆太高 所以股市的账势可能来得快 去得更快 《新京报》报道说 1月19号收盘后 大陆股民们在网上呐喊 今晚天台见 其实中共的意识来左右了这场这个暴涨 因为在这个前一阶段的货币宽松量化之后 所有的钱全部流向了股市 那么第一批受益人又是中共的权贵资本家 那么当这批人赚完钱之后 那么后一批的为这买单的不单只是老百姓 而且还有一些做小装的这些券商的 那这些人可能就会首当其冲做一个替着牙的 《新京报》还提到 就在证监会发布处罚的同一天 中信证券披露 大股东中信集团有限公司 分别在1月13号至16号四个交易日内 四次减持中信证券的股票 套现金额超过110亿元人民币 被市场人士质疑涉嫌内幕交易 据了解中信集团是一家央企